中国联通公布,截至今年6月底只上半年盈利91.67亿元 按年增长21.11%,每股盈利0.3元 派发中期息0.12元 公司表示,于本年度开始派发中期股息 同时计划提高全年利润派息率 具体幅度将于明年上半年综合考虑公司利润、现金流、 未来资金需求及同业派息水平等因素后,离定 集团上半年营业收入1641.74亿元 按年升9.16%,服务收入1487亿元 增长7.5%,增速较2020年全年提高3.2个百分点 其中语音业务收入增长1.5%至175.1亿元 飞与应业务收入增长8.3%至1311.6亿元 至于移动服务收入821亿元 按年升7.3%,增幅创2018年全年以来新高 此外,移动服务收入达821亿元 提升7.3% 增幅创2018年全年以来新高 移动出账用户由去年同期流失895万户 大幅改善至净增465万户 总量到达3.1亿户 移动用户ARPU达到44.4元 升8.5% 公司雇网宽带接入收入增长0.7% 达到220亿元 宽带接入ARPU达到41.8元 产业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23.6% 达到280.3亿元 该公司今年上半年资本开支为143亿元